而该追真相的也要追 在连胜文呢 选前之夜遭受到枪击这一起事件呢 因为也真的影响到选举了 可是整个枪击案到底真相是什么 应该只有一个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当场被逮捕的凶贤 他强调说 他没有像警方所说的他拒绝策谎啊 他不懂为什么警方要这样来讲 莫非是检警有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吗 他也强调 他也没有如外传报道的说 他在开枪之前 有喊连胜文的戏牙 然后骂三字经 他说跟真的根本就不认识连胜文 他不解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 对他来讲叫做莫名其妙的 这个天有家住跟揣测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到底这起案件有没有外力介入 那么让检警在办案的时候 那么做了一些缩手 或是没有办法对外来讲的呢 选前之间 联胜文在造势场合上被枪击 那么第一时间呢 休闲林正伟就说他打错人了 那么他上台之前也看好那个位置 但是呢怎么知道上台之后 两个人换了位置 所以他就压错人了 而且呢他说他真的 没有打算要枪杀联胜文 他也没有拒绝测谎啊 来看呢这整个事件呢 那么他说呢他没有 有人就说他不配合测谎 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呢他没有拒绝测谎 而且呢他怀疑说刑事局明明也安排有这个测谎 可是自己刑事局临时撤掉的 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好这到底谁在说谎呢 这里头一定有 要不凶险说谎就是检警 是不是有说谎的情况呢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呀 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人就说 像是联胜文的朋友出来转述就说 他上台之前明明就是针对联胜文而来的 因为他开枪之前有喊说联胜文你戏呀 然后呢就骂了三字经 可是这个凶险通过律师说 他真的不认识联胜文 他说他绝对没有喊联胜文三个字 他说他都愿意对职 他说在场的人不管是谁 他都愿意对职 他也不希望有被人家抹黑的情况 还有呢检警又质疑他说 那行凶险不只打了三通 电话是不是有够犯呢 他说他其实等着那个副议长 已经一阵时间了 他在那个时间打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他说这不叫做就是有共犯 好 这里头一定是有人说谎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先带你来看 不好意思 我11点之前要进去 不好意思 但在11点前 律师陈正伟快跑进台北看守所 希望能在检方戒庭前 律界枪击凶险林正伟 对不起啊 因为我是太错了 小心啊 陆往第一时间 林正伟公称开枪对象是陈鸿源 不知道自己打错人 却有募集民中指出 曾经听到林正伟在台上 喊出连胜文的名字 被告这边是否认的 而且他这个在测谎里面 应该也有明确的问到这个问题 为了判断可信度 案发后检方曾经借提林正伟到刑事局测谎 但检方表示林正伟态度消极 不愿配合 当天是有接受测谎 那林正伟也就是 对自己的测谎结果也深具信心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外力介入 还是怎么样 怎么会传言说 他拒绝测谎 外传林正伟开枪前 曾经打了三通电话 到底他打给谁又谈了些什么 是否证实枪警案幕后 真有强劲人 通电只能证明说 就是有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个记录 那当时也没有任何监听 那我不知道说 外界为什么要解读说 他这个通电就是有通过 律师博士传言 但检方为了临行案情 不排除针对通电对象 主义约谈 三天信号黄俊的黄小婷台北报道 好 现在枪手林正伟说 他没有拒绝测谎 他是愿意测谎